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继续上课 咱们呢 大概在有这个两节课 就把这个64卦学完了 那么学64卦的过程呢 大家肯定会觉得比较辛苦 就是内容很多 但是呢 大家要知道 这个就是易经的基础 有一句老话说什么 说练拳不练功 到老一场空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工作基础的话 这个拳练完了 也是白练 没什么真正的好处 那同样呢 咱们学这个易经 64卦就属于这个练功 它是基本功 然后昨天其实我给大家讲到了 就是一个人内在这个场的改变 才是真正这个 风凶化级的一个 一个依据 也就是说长期来看 短期规避风险 就是知道通过算卦 知道哪有风险 该怎么做 然后呢 进行微调 可能就能规避 之前我也是见过很多朋友 就是通过不挂 然后把自己的一些风险给规避掉了 比如说买房的时候被骗 或者是其他的被查 怎么去规避 用这些方法都规避掉了 但是呢 真正要想规避掉 还是在于内在这个气场 就是这个信息场的改变 这个人呢 变一个人 把以前的那些容易招灾惹祸的那些场给去掉 或者是亲近小人的那些场给去掉 然后他就会走向一个吉祥的这个道路 这就我认为学艺经最大的一个目的吧 就是把自己的场给改掉 同时呢 我们也要知道 就是通过梅花艺术啊 不挂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一个人呢 他的内在变化很大 比如说从一个骄傲的人 变成了一个谦虚的人 然后从一个这个不听人劝的人 变成了一个听人劝的人 当他这个场变化巨大的时候 你就需要重新给他再步一挂 因为以前的挂就不准了 以前的挂就不准了 就是他场一变的话 那个那个走势就一下就跟着变了 所以这个也是很神奇的啊 当然了大多数人是变不了的啊 不过偶尔你也会遇到那样的 自我的场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的 那么这时候就一定会引发 未来结局的变化啊 所以这个很神奇 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64挂 学64挂其实呢 除了看相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改场啊 就把自己的场给改掉 就是把通过里面 就是一经里面的这些挂词和谣词 看到一些 可能自己有收获的东西 然后不断慢慢的改自己的场 那么这时候对自己来说 是一个极力的事啊 是一个往后走越来越长远的事 那么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心得 改场很慢啊 但是就像一经说的 就是这天底下 所有的事就没有快的 快的一般都是不好的啊 这就是一经所告诉我们的道理 慢就慢慢来啊 反正呢我们有的是时间 那么一点点改的话 每天都能看到效果啊 这是啊 我分享的啊 那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 昨天呢我们把那个风雷易挂 啊易就代表增益嘛 还有择天怪挂 代表决断啊 缺陷啊 代表人事斗争啊 还有这个天风垢挂 代表泄垢啊 泄后 还有那个女人主事啊 择地脆挂 代表聚集和汇聚啊 地风生挂 代表积小成多啊 积少成多 然后慢慢上升 择水困挂 代表穷困啊 穷途陌路 还有景挂呢 就是穷中求通啊 格挂的这个革命和变革 还有这种切腹之痛的改革啊 改变 那么这是我们之前啊 所分析到的几个挂 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的 今天学的是啊 从顶挂开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顶挂啊 顶挂啊 它的挂像就是一只一只顶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挂 上上火下 上篱下讯啊 火峰顶 那上面这个 它整个样子啊 就是火在木头上烧啊 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上面这个样子呢 像一个顶的肚子啊 然后两边的这个 阴谣呢 就像它的两边的耳朵 然后下面呢 像顶的竹啊 就是 这个顶不是三竹吗 啊 就像三个竹在下面立着 所以这是顶的形象啊 这个挂像本身就是顶的形象 然后呢 那么它 它的这个挂词和咬词啊 我们看一下 顶 圆极 亨 顶啊 就是 呃 有创始的吉祥 然后亨通 团约 顶 像也 以木训火 烹饪也 啊 就是底下找找火啊 代表着烹饪啊 用用木这个点燃了火 代表烹饪 圣人 亨 以想上帝啊 就是祭祀上帝 亨通之后 祭祀上帝 而大亨 以养 圣贤啊 同时呢 他要养活圣贤 让人才汇聚他的麾下 殉耳 耳目聪明 柔尽而上行 德中 耳应乎刚 是原亨啊 他有殉的美德 就是 聪明啊 对消息 特别灵通 然后呢 柔和 而且往上走 为什么往上走 因为离火是火性燃上嘛 离火 他就会往上着啊 所以说 既 温柔啊 又 聪明 又能得到各种消息 还能够往上走 那么 所以说呢 他代表着一种 圆亨的状态啊 圆极亨的状态 那么 项曰 墓上有火顶 君子以正位宁命啊 那么 也就是说 呃 君子呢 就不再退让了 开始呢 要做事了啊 坐在 合适的位置 开始做事 为什么 因为顶有创始之意啊 创建新政权的意思啊 初六 顶颠指 立出彼 得窃以妻子无救 项曰 顶颠指 未备也 立出彼 以从跪也 九二 顶有时 我仇有疾 不我能记 疾 顶有时 甚所知也 我仇有疾 终无忧也 就是我的仇人得了病啊 他不能害我 所以呢 吉利啊 九三 顶二格 七行色啊 至高不识 方语 亏悔 终极啊 顶二格 失七意义 顶耳都掉了啊 所以说 失去了 他的意义 这个顶就用不了了 顶则足 九四 顶则足 复攻速 七行卧 凶啊 复攻速 信何如也 六五 就是顶啊 脚坏了 然后洒了这个 主攻的这个肉粥 那么这个形状呢 非常的 势态啊 很难看 所以凶啊 六五 顶黄尔金悬 力针 顶黄尔 终以为时也 所有一经里面出现的黄 都代表中庸之德啊 所以终以为时也 上九 顶玉玄 大吉 乌不利 玉玄在上 刚柔结也啊 好 我们看一下他的项 那么顶挂呢 就是烹饪啊 取新 布置新气象 建立新政权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项 那么 如果 不到一个人 有顶挂 那很有可能 他正在创业啊 就是 创建一个新的企业 等等 成立一个新的组织 等等啊 那么 顶挂大象呢 为一个顶的形状 啊 初六呢 象征顶足 九二至九四 三个羊瑶向顶腹啊 六五呢 像顶尔 上九啊 像这个顶的旋啊 举顶用的顶旋 就二体来看 挂象为木像 木上有火 就是用心材啊 烧火煮物 烹饪 就其作为烹饪的器具来说呢 上可以敬鬼神 下可以养贤 所以段传说 以木迅火烹饪也 圣人亨以想上帝 而大亨以养圣贤啊 就是既能够敬鬼神 又能够养贤财 顶挂呢 位于格挂之后 序挂是这么说的啊 他说 格物者没若顶 故受之于顶 那么他说 最能变国式的事物是顶啊 那么顶在古代呢 他就是来烹饪的啊 器具 催煮之具 把生食变成熟食 那么把生食变熟食呢 就很彻底嘛 没有比这个更彻底的变革了 所以接着要谈顶挂 顶啊 在古代的应用很多很多啊 顶不但是组食物的器具啊 古代呢 也把顶啊 看成是君王权威 与供养贤士的器皿 顶上的花纹呢 还有振邪的作用 有的时候呢 还会把法律条文刻在顶上 显示什么 法律的庄严啊 我们看到那个金文 很多就是刻在顶上的啊 就是在跟甲骨文 差不多时期的金文啊 也是那种 古代的汉字啊 他就是在顶上也能发现 所以改朝换代后呢 新登位的君王的第一件工作啊 就是注顶 颁布法律 以象征新朝代开始 并表示吉祥 朝代改变了 也称为格顶啊 所以杂卦说什么 顶去故也 格去故也 顶取心也 去故立心 就是先格后顶 就是去就不心啊 吐故纳心 然后大家要知道顶啊 是古代最能够代表君王权力的一个工具啊 那么其中呢 呃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鼎中原的典故啊 讲的就是呃 周天子的顶 呃 这里面的典故的主人公呢 是楚庄王啊 楚庄王是春秋五霸最后的一个 呃 这个 最后一霸啊 呃 那么他呢 崛起之后 曾经呢 去拜会过周天子啊 然后呢 就问这个周朝的这个官员啊 就是主管祭祀的官员 就问这个周天子的顶啊 是啥样的 然后呢 有几个都是什么形制的 然后那个这个官员就开始呲这个楚中啊 就说他 说这是你能问的吗 这是代表天子的权利啊 你作为一个王 怎么能问这个东西呢 你问这个东西 你就是有野心啊 言外之意就是你有野心 你你也想做天子 所以你才会去打听这个东西 然后楚庄王呢 就特别的不好意思啊 就不敢再问了 然后你就善善的就离开了 这就讲的是问鼎中原 因为那会儿呢 在春秋藏国时期啊 楚国啊 一直都不属于中原啊 就湖北这个地方 他以前在周国周朝时期啊 不把他看成中原啊 认为是南方的蛮夷部 然后呢 被周天子啊收复过 但是呢 也不是那么服气啊 经常还没事呢 不朝贡啊 就是齐国还打过楚国啊 就因为不朝贡的事 也不是那么听话啊 不太服管 所以说呢 问鼎中原讲的就是 作为南方的蛮夷 然后过来呢 问这个中原的鼎 然后有际于天下的野心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呢 这个 当然楚状啊 后来就 就就楚国什么 都是一家了啊 就是中国是一点点扩展的 在周朝时期啊 楚国那边 还是属于那个 南蛮的啊 所以说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中国古代的文字啊 就叫什么 东夷 东夷就是一 就是有四种少数民族啊 东夷 然后呢 西荣啊 荣就是那个 那个歌啊 然后 南蛮 北迪啊 这些字呢 它其实都是在讲 中国的四大少数民族 然后呢 它这个字型啊 都在代表这四个少数民族的基本特征 比如说东边的人啊 东边的少数民族啊 擅长射箭 所以呢 就一个人跨着一个弓 是一字 呃 西边少数民族呢 擅长冶金 青铜特别好 大家看那个三星堆啊 三星堆 那个青铜器 那个造诣就是比中原还要好 所以他擅长野金 就有一个鸽子来代替代表他们野金生产的武器特别的锋利 南边人呢 因为他们擅长玩虫子啊 他们的毒虫毒 所以说呢 呃 你看养骨啊什么的也都是在南边 所以说呢 就会有虫子 然后北边人擅长养狗养马啊 狩猎 所以说就有个犬子旁啊 然后勾火 就是没事烤肉啊 勾火烤肉 然后呢 由牧去狩猎 所以说呢 大概就把四个中国四域的这个少数民族啊 基本特征通过字就全表现出来了啊 所以中原那会就那么一块啊 就那么一块 河南啊 那这就就大概就大概起那么一块 从河南发源 然后呢 到各个省啊 那会儿骑鲁啊 也算是中国的啊 然后德顶卦 凡是大吉 但以创新为意 不应墨守成规 而应当采取全新的做法 因为顶呢 是权力的象征 所以问事业大吉 有德权之意 那么吉道呢 如其卦德啊 为迅以名 谦虚柔尽 而耳冲目明 那么耳冲目明就代表什么 代表对外界信息足够敏感啊 对外界信息足够敏感 才能称为耳冲目明 我们一般都来用训挂 代表消息的灵通啊 训挂 因为训为风 风送来了 为这个世界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啊 不管是花粉的还是什么 都是种子 都是通过大风传播到世界各地的 所以说它是消息啊 交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载体 所以一旦有训挂 训挂的挂德 就是在于聪明啊 能够快速的获取信息 那么你要想做商人 那么为什么训挂能够赚钱 因为你看我们步这个梅花艺术啊 一步到训挂就是啊 历史三倍啊 就是能赚三倍的钱 别的挂都没有这意思 但是为什么训挂 因为训挂它特别适合跑商 因为它消息灵通 这让哪儿缺货 可以去进 然后哪些东西先赚钱 所以说 消息越灵通 越容易赚钱啊 在经商的过程中 那么所以说呢 就强调这种耳聪明 像训一样的那种 让消息流动起来啊 而不是那种听了也当没听 那这样的话呢 就赚不着钱了 那么你看江浙人啊 温州人 他们就特别有训挂的特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跑来跑去啊 今天在这儿 明天在那儿 比如说我们西班牙这边的温州人 今天就可能在还在马德里 明天可能就去南美了 为什么因为那边有赚钱的机会 然后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们消息特别灵通 他们对赚钱的消息啊 超级灵通 比如说大家能想到吗 在2000年初的时候 就有一批温州人啊 就开始去投资寺庙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得到消息 就是寺庙很赚钱 卖香火 特别赚钱 所以大家后来看 好多假寺庙假和尚 就感觉好像就不太靠谱 不是那种得到高僧 一看就好像脱了松袍 就会吃肉的那帮 很有可能就是投资建成的寺庙啊 然后真的是赚了不少钱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种消息灵通啊 然后 然后能快速的把握消息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顶卦就提醒我们 你要想建立新政权 那你的消息绝对少不了 你要不断的通过消息来调整 这个政权才能稳固啊 所以说挂德呢 就是逊 那么挂礼呢 我们解读一下 初六顶颠指 立出痞 得妾以妻子无救啊 烹饪食物的顶足颠番 有利于倒出顶中沉积的污穗之物 取妾生子啊 可以服为正式 不会发生灾祸 顶足颠番呢 代表着什么 阶层变化啊 那么以前的贫下中农啊 可能哎 把富农给打倒了 他当权了 所以说阶层又被打破了啊 那么打破了之后呢 格挂打破了所有的阶层 让所有人都 富人也变穷了啊 你要顶卦呢 这时候就开始出来新的阶层 所以说呢 之前的出身就不重要了啊 那么妾生的孩子 也能够离为正式了啊 那么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顶卦呢 当开始建立一个新事业之初 那么就会有各种各样出身的人 会在一起 为财事举啊 不问出身 那么只要你有才能啊 你就能干这个活 啊 然后就打破了阶层固化啊 所以说每次阶层固化到一定程度啊 你就明白了 完了 革命又要来了 为什么 因为按照天道的运行规律 肯定会有格来打破阶层 然后呢 在顶重新建立阶层啊 从新建立 永远都在这么循环 这就是天下由乱到治 由治到乱的一些根本原因啊 那么九二 顶有时 我仇有吉 不果能济 吉 顶中装满美食 然而所来的人 并非善 善累 不要亲近他则吉 就是当你掌握权力以后啊 会有很多貌和神力的人来依附 因为他不是为你而来 而是为权力而来 就是说白了 就为顶中的食物而来 他们不是你的朋友而是潜在敌人 这里指出啊 判断敌友才能得到吉祥 而敌友的标准呢 一般看三观是否相合啊 就是往往利益冲突啊 都可以解决 价值冲突最难解决 所以说呢 一般你看 咱们看世界大局都是什么 价值三观一致的国家 在一起走得近 三观不一致的国家 就走不到一块去 即使短期呢 因为利益能够结合 但最后还是因为价值冲突 最终要导致什么 导致翻裂啊 所以说呢 你看这个两 两极争霸的时候 全是走三观的啊 呃就是 美术冷战 那都是走三观的 就是要不然你就支持 共产主义价值观 要不然你就支持 那个什么 资本主义价值观啊 最后一定是要走三观 所以价值冲突最难解决 所以呢 你最难跟 跟朋友聊的啊 就是政治 并不是因为啊 言论管制这些东西 而是因为什么呢 如果你跟你的朋友 在政治三观上不合 特别容易互相恶心啊 再也不想交朋友了 那么大家聊别的时候 都特别好聊啊 都特别好聊 但是一旦聊到政治 如果双方理念不合 互相真的看不上 所以 那么这是我们 我强调的就是三观重要 那么同时呢 就是呃那种道德 观念也很重要啊 也非常重要 那是更重要的 君子和小人呢 就是很难触到一块啊 长期 那么三 顶有顶尔啊 这里面九二 大家还可以看到一个点 就是什么 为什么要耳聪明 就是因为你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 那什么人都会过来 如果你看不清楚 他们的这个样子 样貌啊 不知道他可以亲近 还不可亲近 那么就是危险 九三 顶尔阁七形色啊 至高不时 方雨 亏毁终极 他们把这个顶尔啊 改变了 变得 方向不对 所以导致里面呢 肥美的野鸡 看得到 却吃不到 得等到下雨啊 这个顶温下降了 被雨给 浇的顶温下降了 才可以去吃到啊 但是这会儿鸡已经凉了嘛 吃着肯定也不好吃了 那么最后呢 还是能吃到啊 所以还是急的 但是呢 这里面讲到了错误的创新呢 反而误了事 这个顶尔啊 本来应该在顶上 啊 但是呢 他顶尔改改着不同的地方 然后变成了在顶腹之旁 让让这个顶啊 无法移动 因为九三啊 九三这个位置 就是顶的下半部分 这个就相当于 这个提顶的顶尔啊 在在下半部分 你是拿不了的 这个顶啊 拿不了 拿不了的话就吃不到 所以说这个改革错了啊 改革错了 耽误了时间啊 耽误了时间 九四顶则竹啊 复弓素 七行卧啊 凶 顶的脚 折断了 把肉粥弄翻了 形态狼狈 凶 那么这个比喻 人呢 无法胜任所负担的重任 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因为九四啊 是顶的接口处啊 下面是顶的足 上面是顶的肚子 然后这块的力量 如果不足的话 啊 或者是 不对的话 那么这个顶就容易从顶竹这个位置上断裂 断裂之后呢 那那肉粥就打翻啊 君主呢 就吃不上饭 所以这个就代表 在这个位置的人 没有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责任 那他要遇到凶险 所以步道这一挂呢 那就是凶险的啊 就是可能要犯错误 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 六五顶黄尔金悬立真 那么他有黄金斑的耳和金属的旋 立于真定 然后呢 黄的黄中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中 居里啊 正位通体 正位居里那个黄中通体 这个黄中啊 就是中庸之一 那么这个顶啊 它既有黄 黄中的这种美德 又有金悬的这种美丽的装饰 还可以顺利的搬动 然后进现美食 所以说呢 应该是极力的啊 那么顶卦咱们说完了 然后看正卦啊 正卦代表震惊啊 代表震动啊 大家想一想八卦类像里面 正卦它代表什么啊 它代表很多东西 然后大嗓门的人呢 代表惊恐啊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看一下正的大卦啊 正亨 正来兮兮 笑颜雅雅 震惊百里 不上必唱 团曰 正亨 正来兮兮 孔志福也 笑颜雅雅 后有则也 震惊百里 惊缘而聚而也 不丧必斥 必唱 初可以守 中妙设计 以为祭祖也 正卦呀 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孔志福啊 什么叫孔志福 就是因为你害怕 反而导致了福报 你要不害怕就没有福报 比如说咱们看这个山林里的小鹿 这个小鹿啊 他怕人 人一过去 猎人一过去 他马上跑 或者呢 又一有动作 猎人一举手 要射箭 他马上跑 那他就不会被射到 害怕才能够躲祸 才能够制服 但是如果呢 一个人连怕 比如说傻袍子啊 我们东北 有一个 就是类似的那种路 叫傻袍子 见人不怕 就还往前直眉愣眼的走 然后呢 你一见就给他射死 或者埋陷阱 他去绝对都能踩进去 所以这种傻袍子 他就是 他就是没有福气 他死得很快啊 所以懂得怕才懂得躲 懂得怕 懂得躲了 才能够得到福报啊 躲过祸灾 才有福报 然后躲不过 可能人都没了 所以正挂呢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惊恐啊 所以我们就能看出来 他讲的是惊恐 如果步道正挂 很有可能就代表 有惊恐的事情发生啊 那么震惊百里 惊元而俱而 就是说大事 震惊百里的大事 就像我们要听打雷 哗一下 有的时候能吓人一跳 对吧 然后几百里都能够听到这声雷 那么同样呢 你步道正挂就说明什么 这个事特别大 一下子很多人都听到了 特别远啊 惊元而俱而啊 就把远处都给惊到 然后近处都被吓到 所以说呢 就叫惊元而俱而 那么不上必唱 就是说他还 他这个就是说白了 就是因为恐制服 所以呢 没有丢掉身家性命 还可以继续的保持香火的传续 所以说讲的是这一次 那么你看 正挂他说什么 君子以恐惧修省 那么这个恐惧 就是正挂的一个挂项 所以初九振来细细 后笑颜雅雅 急 那么振来细细 恐制服也 笑颜雅 后有则也 先吓着 后来笑了 急了 就是因为已经躲过了灾难 所以 就就可以笑起来 那么振来力 易丧背 寄予九龄 物足七日得 振来的太猛了 把人吓得到处跑 然后把钱都丢了 但是不用管 七天之后呢 就能找回来 正书书 正行无省 正书书 为不荡也 九四 正随你 正随你 为光也 六五 正往来力 意无丧 有事 正往来力 微行也 七世在中 大无丧也 上六 正所索 是绝绝 真凶 正不于其更 于其林无救 婚购有言 正所索 终未得也 虽凶无救 未灵戒也 那么要结婚的话 就会有人讲闲话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意思 所以你看 挂项 振奋 振惊 惊动 当头棒喝 大概几个意思 所以有惊恐之意 也有振奋之意 还有当头棒喝之意 总之呢 就是要出个大事 怕 把所有人都震一下 就这个意思 所以震动 震惊之意 所有人说 震动也 所以 后震又 又作为霹雳 也是打雷的意思 说卦说 震为雷 雷震则万物惊醒 因此 说文说 是震悟者 杂卦 震 其也 序卦 震者 动也 说卦 震动也 都是以动 来解释震 炭钻 则多了惊恐的意义 因此呢 挂词说的 震来细细 笑颜 雅雅雅雅 讲的可能是古代的起伏仪式 震来就是拍打 来以求福 是一种那个谷 细细呢 就是拍打的壮生词 笑雅雅雅雅雅 就是起伏的欢乐景象 所以震挂呢 上下都是震 挂意呢 直接从那个 咱们说的这个 三华挂的八卦领的震挂而来 那么有变动 震动 震惊 惊动之意 当头棒喝 然后惊醒 惊恐 觉醒 惊恐而觉醒 所以山华挂的震挂啊 因为一个洋谣动于初 所以他的德性是为重 动啊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你步道一个人 他是震挂的话 他的那个能动性是非常强的啊 非常强的 他跟前挂不一样 前挂是一个持久的动 他代表的是持久的这个人哈 一直在努力自强不息的那种动 震挂呢 就是短期的那种冲刺的动 冲刺的能力 就跟短跑和长跑的区别一样 所以步道一个人是震挂 那代表他的能动性非常的强啊 非常的强 那么而且呢 短期冲刺的能力特别强 那么震挂呢 又代表长子啊 所以说呢 因震挂一所而得难 因此呢 如果问生孩子的话 那就是生一个男孩 那么震挂呢 来临的时候 就是变动来临的时候 往往让人恐惧 因此呢 有所警觉和自省 而后呢能够横通 所以王毕说什么呢 他说震者惊骇怠度 以速解慢者也 那么有些人呢 他就是平常啊 他不愿意去了解外界外部世界啊 就埋头干自己的事 低头种田 这时候你就得一个大雷把他打醒 所以说呢 打醒了之后 他才知道外部天都变了 得赶快做准备了 啊 然后可能要下暴雨 然后可能房子要被淹 得马上去解决问题了 所以说只有震 才能让他们震醒 所以呢 震就是要用 要用惊醒啊 就是惊醒怠慢怠惰的人心 然后呢 像算说恐制服 就是说恐惧可以招来福气 因此啊 震是个先苦后甜的 如果因为变动而震惊醒了 那么马上呢 有警觉 马上去做事 或者有所振奋 马上去去去解决 那么就反而能得到恒通 所以就急了 但如果没醒呢 那么这个人就完了啊 那么就危险来了 他就会被干掉 所以呢震呢 就叫恐制服啊 所以呢 步到这个挂 这个人要害怕 那就急 他不害怕 他还不相信你说的话 他说哎 没事没事 能有什么事 那完了 这个人就凶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步挂的时候 要看对方内在的气场 他那个场 跟这个挂是合的 比如说你步到一个牵挂 那么牵挂这个人呢 感觉就是真的很牵合 那你就知道牵挂的急啊 他是能得到的 啊 那个急他是肯定能得到 他能得到这个好事 但如果你步到一个牵挂 这个人一看就是特别傲慢的人 根本不牵 离牵十万八千里 既听不进去人话 然后自己呢 又特别来劲啊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说明场不对了 场不对了 那这个牵的服 他也就得不到了 同样你步一个正挂 你看到这个人是很害怕的 那你就说 哎 孔志福 这个人应该后期没事 因为他害怕了 他懂得怕 懂得怕 就得到了正挂的这个急道 但是如果这个人呢 感觉就是蛮不在乎啊 甚至没有 没有任何的警觉啊 无所谓 没事 那完了 这个正挂的急道 他得不到 他得的就是这个正挂的凶道了啊 就是要得到货了啊 要招货了 所以内在场很重要 这是今天我开场要跟大家说的 为什么我们要修改我们自己的内在场 同时我们步挂也要看别人的内在场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信息处理的足够的清晰 对于未来做出足够清晰的预判啊 那么挂序上的正挂是即顶挂而来 顶是除了古时用以烹饪食物的器具之外 更能代表国家权力的神器 而长子呢 一般你看我们古代的君主制 他一般长子都是这个立长还是立笛啊 就是什么立就立长立树什么的 那你都要立长子正常来说啊 所以说长子呢是接这个顶的人 是执掌弃物者 所以虚挂说 格物者没若顶故受制以顶 主弃者没若长子故受制以振啊 那么长子就是储君 虽然无法获得实权 但是呢 他也是接替国家的人啊 所以说是正挂 接在顶挂之后啊 初九 震来兮兮 后笑颜雅雅集啊 就是雷声过后啊 人们笑语声声吉祥 雷声响的时候 我们不安恐惧啊 赶快做准备 但后来笑语声声就说明 我们度过了这个危机 然后 而且呢 我们也懂了天地的规则啊 六二震来立 易丧被 寄予九零物足七日得 惊雷袭来有危险 人们丢弃家财 跑到山林上 不要追赶 七天后会失而复得 为什么会失而复得 因为震动这个事是外因啊 也不会持久啊 打雷也不可能打个十天八天 或者一年 所以呢 等到这个灾难过去 再回去找 还是能找到的啊 所以步道这个谣呢 就代表这个人呢 因为恐惧啊 有所有所失去 但是这个失去呢 还是会得到的 六三震苏书 震行无首啊 那么他说的是 震动会让人恐惧不安 行动呢 没有灾难 这里面就讲到了 敬畏是有福报的 傲慢呢 就会导致祸祸患啊 大家想一想啊 咱们学艺经学这么久 六十四卦看了半天了 一直都告诉大家 不要傲慢啊 不要当小人啊 不要傲慢啊 不要眼光短啊 就是不断在提醒这些 我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傲慢的人 他会招呼 他跟天道有哪些 天道的这个信息场 有什么违背之处啊 一个傲慢人的信息场 第一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自满的 满的天道 就是损有余 要补不足的 所以你过 过于自满啊 天道就来削平你 让你没那么满 一个人呢 越满啊 越高 把自己抬得越高 那么就越容易 出现山地波的景象 就是被人剥夺啊 就是说白了 就是要削平他 削平他 让他呢 呃 没有办法 再像以前的那么高啊 第二个傲慢的人 他们信息获取是出问题了的 因为他瞧不起别人 所以别人说的话 或者听到别人的建议 他根本听不进去啊 他觉得你们凭什么给我建议啊 我这么牛 我这么厉害 那这样的傲慢的人呢 他在跟外界信息交换的时候 就出了问题 他就听不到很多重要信息 然后呢 就不能够通过这些信息 来把握自己的未来 然后呢 来躲过祸患 然后呢 找到福报 所以说傲慢的人 因为信息交流出了问题 封闭了 所以呢 他就容易闭门造车啊 然后自己把自己给玩死 没有了信息交换 人就就没了 就像我们每天不吃东西啊 然后不呼吸 我们肯定会死啊 不排泄肯定会死 为什么 因为我们永远都在跟天地交流着 各种各样的信息啊 我们可以把食物也理解为信息 永远在交流 如果没有这样的信息交流 我们就完蛋了 所以一个人的信息啊 越能够交流 越灵活 像训一样 他就越能够什么 有活力啊 然后一个信息交流 越闭塞 越阻塞的人 那他就越来越有死气啊 没有活气 所以傲慢之祸啊 还有很多很多原因 那么这就是天道啊 就是天道 所以我们学 已经学的是天道 九四震随泥啊 雷霆震动 惊恐惊慌失措而 堕现于泥物中不能自拔 要有山崩于前不变色的定理啊 不要因为惊恐乱了方寸 这个就是吓坏了啊 吓得过分了 刚才那些都害怕啊 有的把钱扔了跑了 有的呢就是啊 震来细细啊 感到不安 赶快准备 然后呢 只有九四把自己下到坑里去了 啊 跑的时候慌不择路 一下跑到泥里去了 那么这个呢 就告诉你惊恐也要有度的啊 不能把自己下的什么防寸都没有 特别大事来了 像震一般来的都大事 大事来了之后要有定气 要既害怕 你不害怕也不行啊 不害怕你就没有准备 同时既害怕 又能够冷静的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啊 然后不能把自己吓死在那 那这样的话根本解决不了危险 所以古人也强调啊 山崩于前不变色啊 海啸于后呢 不改升不改容啊 就是什么都不 声色不变啊 那么六五阵往来地 亦无丧有事 这个雷打过来之后呢 这个人就开始在地上乱窜 啊 他来回奔跑 来回奔跑啊 有危险啊 那么多亏呢 那雷批到他啊 只是给他产生了一些困扰 所以说呢 当危险来的时候的第五个原则 就是要以静之动啊 以静之动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几个原则了 第一个要懂得有危险啊 不能够觉得没事啊 同时呢 不要把自己给吓慌了 还有呢 就不能乱动啊 就算你没被吓慌 没掉泥泥 你也不能乱动 要以静之动 观察好了再行动啊 不能乱跑 啊 上六阵所所事 决绝争凶啊 阵不于其功 于其林无救 昏够有言 听到雷阵之后 吓得浑身颤抖啊 目光犹疑 如上魂落魄一般 这种情况下 前行妄动 必然至凶 如果雷阵没达到自己身上呢 啊 那么 或者是发生在禁邻的时候 就赶快要躲避了啊 比如说把邻居都劈了 那那轮到你也就不远了 赶快跑 那么这样就不会有灾难 这时候如果谋求婚配啊 会产生言语争执 那么从他人的遭遇啊 这讲到的是从他人的遭遇 想到自己的命运 这种前瞻的能力是必备的 你不能说 哎 这个人倒霉了啊 这人倒霉 但这个人呢 跟我没关系啊 你要想 他为什么而倒霉 倒霉的根源在哪 这个根源会不会祸及到你啊 就像以前那个 有一句名言 那个纳粹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什么 当他们开始抓 共产党员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是共产党员 所以我不管 哎 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是犹太人 所有不管 等到最后抓到我的时候 没人管我 就是有这么一句名言 讲的就是什么 你的邻居一个一个都被雷劈死了 然后你还觉得你自己没事 这是一个最不符合正挂极道的 因为正挂是要有对凶险有感应的 你一旦看到邻居 第一个邻居被批 你就要想到为什么要批他 这个背后的规律是什么 会不会批到我 永远要问这些问题 然后才能规避风险 赶快跑 然后不被这个雷批到 所以说呢 你像那种啊 就批完了犹太人 又批共产党员 然后批了一堆人 银行家 然后你都觉得你自己没事 那最后肯定批的就是你 啊 就是正挂所讲的道理 实际上你看 我们看到欧洲啊 西方啊 包括古今中外啊 这些人的智慧在一经里面 你都能看到 就是所以说一经为什么神奇 是因为他从天道的角度 把人道啊 人世间发生的所有事 全部该扣完了 你看咱们一经的这个 六十四卦 三百多窑 基本上把每一天发生的事 还有人世的各种各样的 啊 治乱离合啊 悲欢离合 全部全部涵盖到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学完六十四卦 就感觉好像把中国的哲学走了一遍啊 就把人世的沧桑也走了一遍 相当于走了一个轮回啊 所以正挂讲的是这一次 不要批到自己 才发现这个事真要批啊 批别人的时候就要有感觉啊 批别人的时候你就要知道 这个事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谁都跑不了 好 这是正挂啊 刚才说完了正挂呢 咱们看梗挂 梗挂代表山 对吧 它是两个梗的相连啊 那么梗为山啊 梗其辈 不获其身 行其亭 不见其人 无救啊 梗其辈 不整其随 其心不快 梗到小腿度啊 不整其随 未退听也 九三 梗其陷 列其淫 利熏心 梗其陷 利熏心 微熏心也 六四 梗其身无救 梗其身 止住公也 六五 梗其辅 也有序 悔无 梗其辅 以中正也 上九 蹲梗 急啊 蹲梗之急 以后中 我们看一下梗挂的意思 梗呢 代表止停止 重山挡住去路啊 遮挡住去路 那么代表一个事情 到了一个安定期啊 彻底停下来的一个时期 那么梗挂的原意呢 为反身看 回头看 用力看啊 努力看 很适 就是我回头看啊 回头观察 这就是梗 那么隐身又有小心注意 照顾 养护的意思 因为回头看 就代表着 你带着一个小朋友 他在你后面走 你担心他啊 怕他掉坑里 然后你就经常回头看他 那么就有照顾的意思 所以梗挂呢 又衍生 在梗挂里面 又衍生为停止的意思啊 所以梗挂它是这样的 它既有停止之意 它又有回头照顾的意思 养故 藏养和照顾的意思 所以你要把这两个挂项都记住 既有停止又有照顾 那么你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这个是代表被照顾了呢 还是代表停止了呢 可能又有停止又有照顾 都有可能 然后说话说什么呢 梗东北之挂矣 万物之所成 中而所成实业 故成言乎梗 由此可见呢 它就有养护万物和照顾之意 梗与对啊 作为旁通的两话 那么它古字啊 就取向于人的身体啊 梗取向于眼睛啊 它代表眼睛啊 你看这个梗挂 其实也挺像那个眼皮和眼睛的啊 对取向于口啊 梗对两话 最可能讲的就是人与人沟通的事 梗挂表示拿眼神去沟通 或者是呢 转头不想见拒绝 或者怒目而视啊 然后阻止别人说话 或者转头而视 代表在意和注意 而对挂代表说 表示有话好好说 说到对方高兴为止 那么大体上来说 得梗挂呢 凡事停止不前 原地他不啊 学人不着 注视不顺遂 好事插身而过 会遇到啊 差一号就中头彩 这样惋惜的事 那么若能安之若命啊 顺应实事 当子则子 力求守住本位 不愉悦 那么也可以求得不犯错啊 但若一意孤行呢 该停止却反而躁动 忘形 就容易遭到灾救 因此得此挂 建议身居遣除 不要积极作为 能不犯错 已是最佳结果啊 就是要提醒停止啊 告诉你要停 那么挂离解读 我们看一下 初六 耿其指 无救 利用真 就是在脚趾 卖出之前 就发现错了 就马上停止 这样就不会有过错 有利于长久坚持正道啊 知之而后有定吗 啊 所以说我们看 为什么说大学里面会有这句话 知之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得 讲的其实就是 停止的用处啊 这个智慧呢 也来自于梗挂 来自于易经 然后呢 梗其匪不惩 其随啊 其心不快 那么就是说 你的小腿啊 被被控制住了 然后呢 你无法拯救别人 你只好跟别人行动 也就是说你劝他 他不听 他就是一意故行 但他又偏偏是你的领导 啊 他是你的领导 你只能跟着他走 你心里面很不舒服 但是呢 你明明知道他走错了 但是你还得跟他走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他的下属 就像那个拿破仑当年 滑铁炉之战 他委派的那个笨蛋将军 那个将军的下属 无数次劝他说 那边都已经打得震天响了 咱们赶快去帮个忙吧 要不然那皇帝就要出事了 然后那个下属说 哎 皇帝给我的命令 就去追杀这个 波兰人我要去找那帮人 死活不听话 就非得往前走 不回去救援皇帝 然后底下那些人 气得都不行 不行不行 只能跟他走 这就是形象的表达了 这一挂的感觉 上面领导根本不听话 在走一个错的事 劝不听 你又是他下属 只能跟他走 这样的一种痛苦感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所以说跟着昏君走的时候 也是这种感觉 底下闲城 看着昏君 哎呀 看不过去 又改不了 耿其线 裂其银 力熏心 止住腰部撕裂几倍 危险如烈火烧心 这个太疼了 就腰摔坏了 然后后背还撕开了 在危险中仍然不停止 那就肯定带来更坏的结果 就是说明步道九三摇的话 就是说这个人已经受到了重大挫折 但是呢 浑身都已经受伤了 还在往前走 那就是不撞南墙 不回头呗 不见棺材不掉肋 那肯定晚了 要带来更坏的结果 六四 耿其身无救 身体上部不动 就不会受害 就是自我控制 不超越本身的地位 就不会受害 六五 耿其腹 言有序悔无 约塑住自己的嘴巴 腹就代表嘴巴 不要随便乱说 说话有条理和分寸 那就没有后悔的地方 就不会后悔 上九 敦耿即 敦耿而 敦耗而 懂得适可而 吉祥 能够与敦厚 独食的德性 一纸邪欲 就获得吉祥 所以说呢 上九啊 就是 他是一个大智若狱的人 他呢 平常感觉敦厚老实 然后也不多说 不多做 但是呢 能够一直坚守啊 正道 然后保持始终 那么就得到了最终的吉利啊 这是梗卦 梗卦代表了停止和照顾啊 停止和照顾 那么剑卦 剑卦啊 风山剑啊 上面一个迅为风 下面一个山啊 梗为山 风山剑卦 那么剑卦呢 我们看一下 叫女归吉 立真 担曰 剑之近也 女归吉也 尽得为王有公也 尽以正 可以正邦也 七位刚得中也 执尔逊 动不穷也 向曰 山上有木剑 君子与居贤得 赛熟 粗六 红剑于干 小子力 有言 无救 向曰 小子之力 亦无救也 大家记得这个 钱木啊 不是钱木 钱仲书啊 钱仲书写的围城里面的男主人公好像就叫方红剑啊 就是取的这个挂词叫红剑啊 那么讲的就是大雁大雁在飞啊 大雁在飞的意思 所以这个剑挂的整个挂词讲的都是大雁在飞啊 飞的过程啊 他啊 他这个飞在树枝上 飞在这个水旁边 飞在大陆上 陆地上啊 所以说讲的是大雁南飞的过程 那么红剑于盘 饮食看看 集啊 饮食就吃东西啊 饮食看看 不肃宝也 红剑九三 红剑于路 夫争不复 复运不遇 胸利于寇 呃 在大雁飞到陆地上啊 这个丈夫呢 出去出征 回不来了 死了啊 妻子呢 怀孕还生不下来孩子 很凶啊 所以利于寇 六四 红剑于母 获得妻绝 无救啊 获得妻绝 顺也 训也 九五 红剑于灵 父三岁不孕 终末之圣 集啊 忠末之圣 集得所愿也 尚九 红剑于路 其余可用为一 集啊 其余可用为一 集不可乱以 好 我们看一下剑啊 剑呢 就代表缓慢的前进 循序渐进的意思啊 然后周一中剑取 进的意思啊 就是说 呃 物不可以宗旨 故受之以剑啊 剑者进也 就是梗挂之后呢 就要往前进了 那么往前进呢 就是以剑来代表进啊 那么进挂也是进 剑挂也是进 两个人有什么区别呢 进挂的进呢 它是得到晋升的进啊 就是人才出众 得到晋升 然后呢 剑挂的进呢 是循序渐进的进啊 所以剑挂的挂项呢 就是一边走边停啊 边停边走 边走边停 一点点来啊 从一开始完全不动 到一点来 走一下停一下 走一下停一下 所以换传说什么呢 剑之进也 女归吉也 进得位 王有公也 进以正 可以正邦也 七位刚得忠也 哲尔逊动不穷也啊 剑的循序渐进呢 它不但是女子嫁人级啊 君子也可以得位啊 往前走也可以得位 前进会有公业 因为它是渐进 它符合易经的天道啊 易经天道都是让你不要快 慢慢来 所以它因为用渐进呢 就可以守正 可以守国家 停止 然后再前进 这样的话呢 前进的力量也可以源源不绝 就不会一下把力量用光啊 所以慢慢来 停一下 休息一会儿 养足了再走啊 所以这是渐进之意 那么经文呢 讲的就是这个大雁啊 边停边飞啊 应该是大雁啊 红湖嘛啊 红湖 也有可能是天鹅啊 但是红的应该 正常来说应该就是大雁 大雁的飞行 它有个特点 就是井然有序 循序渐进 不会直接达到下一个目的地啊 它不是一直飞 它是边飞边停靠啊 找一个地儿 停一停休息一下 再边停边看边飞啊 逐步到达 所以剑的卦象呢 就取向于大雁啊 然后内耿指外迅入 指耳渐入啊 就是边停边走 山上有墓 树木生懒在山上啊 这个所以说呢 就是这种啊 那么剑挂呢 又有少男与长女婚合之相 少男下与长女刚柔得位 柔又能成刚 因此呢 挂齿子说女归籍啊 就女人嫁人大吉啊 这个适合婚恋之挂 反正呢 得见卦的话 不管做什么事 循序渐进都能成功啊 不光是婚嫁可以 那么其他事呢 也是慢慢可以的啊 但如果过于焦躁 就反而不容易成功啊 因为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领域 就会遇到凶险 就像大雁一样 他在牵险的时候 如果一旦离开熟悉的领域 就会遭到猎杀 而一去不返 那么挂离解读呢 就是看一下 初六 红剑于干 小子弟 有言无就 红雁迁徙远行之前 汇聚于河岸 做好截队飞行的准备 小雁呢 不知道旅途的危险 然后呢 不能耐心等待啊 因此呢 他就会乱跑 乱跑呢 就容易遇到危险啊 所以说呢 就受到众人的责备啊 所以这告诉我们 做事呢 一定要循序渐进 特别在剑挂里面 九三 红剑于路 富争不富 富运不遇啊 胸利于寇 那么大雁飞到陆地啊 离开熟悉的水域 丈夫出征一去不归啊 富人呢 怀孕无法养育儿子凶 异于抵御贼寇 就挂向来看呢 九三呢 是从六二的三腰坎 一下子飞到山山顶坎 那么他走得太快了 就比喻的是 富增不护 这个 这个丈夫啊 他不应该往前出征 结果他出征了 结果也回不来了 那么 所以就很凶险啊 把媳妇撂在家里面呢 然后呢 还富运不遇啊 所以说家庭就变得很惨 所以这个窑呢 应该守在原地 这会儿应该停下来 守在原地 防御贼寇的侵袭 而不应该主动出击 所以呢 出击就会有 富争不富的危险 六四啊 红剑于木 获得七 绝无救啊 大雁飞到了树上 或许可以找根粗壮的横木来停歇 啊 没有错 那么红鱼鸟呢 脚趾太长而相连 无法去于一般的树枝上 只有横耳粗的树枝啊 才可以栖息 这比喻在渐进的中途中 应该找到好的环境啊 权宜而适应环境 找到合适的环境 所以叫良情折磨而息啊 九五 红剑于林 腹三岁不孕 末中末之胜 即 红雁飞起来 逐渐前进到丘陵上 好比丈夫远处在外 妻子啊 三年没有怀孕 但是邪不能胜正 因此最终得到吉祥 那么这就讲的是什么 就是孩子还是会生出来 既然你都怀孕了啊 那么所以呢 大的方向是对的 但是等的时间会比较久 讲的是这个意思啊 终末之胜 那么讲的就是比较久了 上九 红剑于路 其余可用为宜 吉 其实这个就是 怎么说呢 这看怎么看这个吉啊 这个吉就是什么 这个大雁呢 飞到陆地上了 然后这个大雁死了 死了之后呢 他的羽毛被人们用来做了礼仪的饰品 这羽毛留下来了 所以呢 他讲的就是这个大雁被射死了 没有了生命 但是呢 人们呢 把大雁的羽毛留下来 使他的精神得到永存 就要求人得人 这里面讲的就是牺牲 但是名声得到传续 所以这挂怎么吉呢 从吉的角度看 名声传续 就是很多君子的追求 他可以不在乎生命 他在乎的是自己的这种利功利言利德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他在乎这些东西的传播 所以对他来说是吉的 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就会觉得 命都没了啊 所以这个也不能说是吉 还是比较凶的 所以这个到谣词到这的时候 讲的就是你的名声肯定能传下去 但是生命呢 不敢保证 然后归妹 雷则归妹挂 归妹就是嫁妹妹啊 嫁女子啊 嫁少女 那么挂词和谣词是这么说的 归妹争凶无有力啊 出征遇到凶险 没有好处 谈约归妹天地之大义 为什么大义呢 因为嫁娶嘛 那是大义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啊 还是得结婚 不结婚的话就没有孩子啊 就没有繁衍 归妹人之忠实也啊 只有结婚才能生孩子 月以动所归妹也 争凶未不当也 虽然可以应该是要结婚 但是归妹这个结婚呢 结的不好 有点像私奔 不是正经的结婚啊 所以说归妹挂的问题啊 就在于是不不合常规啊 无有力柔秤刚也 向曰 则传有雷 归妹 君子以永中之弊 初九归妹以地 博能屡 真吉 归妹以地 以恒也 博能屡吉 相成也 九二 啊 啊 鸟能是 立于幽人之真啊 瞎子也能看到 立幽人 幽臂之人的这个坚守 立幽人之真 未便长也 归妹 六三 归妹以须 反归以地 归妹以须 未当也 啊 九四 归妹千七 持归有识啊 千七之志 有待而行也 六五 帝以归妹 这七君之魅啊 不如七 帝之魅梁 月己忘 吉 这讲的是 商 商朝啊 第二个 倒数第二个 就是周王之前的 这个王啊 叫帝 因为那会儿周朝呢 已经特别强盛了 三分天下 有其二啊 这是周 周朝那会儿的情况 然后帝 呢 不敢惹 周文王 就把这个妹妹啊 嫁给了文王啊 想要拉好两 两者的关系 因为他嫁这个妹妹的行为 让商朝又存续了几十年 然后周 周朝呢 就没对商朝动武啊 所以 帝以归妹呢 是急的啊 是吉利的 然后他这里面讲到了 当时嫁他的妹妹的一个场面 就是过去的这些女眷啊 就帝以家的人呢 穿的都特别好 就是周文王呢 穿的都不如那个帝以家的一个丫鬟穿的好 那么就讲呢 商朝啊 毕竟还是呃 还是一个王朝嘛 虽然到了末世 但是呢 他家的也不缺金银珠宝 还 然后而周朝呢 刚刚兴起的新兴朝代啊 新兴起的政权 所以说呢 还讲 还讲究不到那个份上 所以导致周文王的衣装啊 都不如人家一个侍女的衣装好 啊 这就是当时讲的那个情景 你看到这儿 你就能想象了 他在迎娶这个 帝以妹妹的情景了啊 然后呢 急啊 月亮几乎要圆了啊 急 这个 这就是地以归美啊 上溜 女成框无石 是窥阳无血 无有力 这讲了两口子过日子 女的呢 拿一个框啊 找不来果实 因为在古代的女人 她是负责采摘和耕种的啊 男人呢 是负责狩猎的 所以男的要屠宰牛羊吧 男的呢 不会杀羊 女的不会采摘 两个人呢 吃不到什么东西 饿在那儿啊 两人都很笨 所以说呢 无有力啊 那么 女子嫁人约归 少女约妹 所以归妹就少女出嫁啊 她这个里面有不合理法之意啊 有不合理法之意 所以不到归妹挂 往往就讲的是什么 不合理法 有一些违背规则啊 或者是不是按正统来的 这样的一条路子啊 卦象呢 下为少女 上为长男 内育而外动啊 六三与九四越界比应啊 六三与九四分别为 对卦和正卦的主 主摇啊 代表少女和长男啊 相遇 少女爱上长男 马上就行动了啊 轻易的就结合了 根本没有走婚姻的正常手续 这俩人闪婚啊 这是古代的闪婚 雷泽闺女就讲的是闪婚啊 所以呢 他这个婚姻是否幸福呢 双方能不能天上地久呢 却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他走的不合理法 所以说很有可能不能长久 就这个意思 就上下挂相看啊 不该结婚啊 因为正常的婚和之相是男下与女啊 这个才符合婚姻啊 比如说那个泽山贤啊 就是男下与女吧 梗挂和那个对挂 双方的那个男人下聘礼 在女人下面 泽山贤 那个是一个很好的 正常的婚配的样子 那么闺妹呢 虽然可以成就婚姻 但存在不可能 可能不符合理法的问题 而且呢 这种婚姻可能感情基础是薄弱的 结得太早了 太快了 那么行 这个闺妹卦就讲的是 行事基于情感 过于任性而欠缺考虑 也有这个意思啊 也有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的 关于闺妹卦的典故 根据这个顾及纲考证啊 这是讲 弟嫁女儿的故事 这个我讲过了啊 所以他这个婚姻呢 肯定以政治利益为基础 两个人没有感情啊 周文王娶他的女儿啊 弟不是妹妹啊 是他女儿 那么他女儿呢 跟这个周文王之间 也没什么感情而可言 所以呢 得归未卦 虽然呢 表面上这些事能成啊 解决眼前事 长久而言呢 如果不长久啊 的合作 那不一定是好事 那么短期呢 没问题 因为维持双方感情啊 的基础特别弱 然后而且还带有一定的风险因素 所以呢 要慎防关系 无法维持长久 长期来看 和亲呢 也是短暂的和平啊 不但难以维持长久啊 甚至还可能种下祸根 那如果要问大事的话 争战呢 一些大的行动啊 就凶了啊 财运和生意呢 无力可突兀 因为外震内队啊 震动而损耗啊 外震动而内损耗 就是 瞎忙和赔钱的意思 所以闺魅挂呢 如果是变挂 来布生意的话 那就不好啊 好 看一下挂礼 初九闺魅以地啊 伯能旅 真急 妹妹出嫁做正事啊 姐姐出嫁做正事 妹妹出嫁做偏房 共事一夫 如同伯族之人 走的并不是很端正啊 一般正常古代人 不会这么嫁的 但是呢 好在这两个姐妹啊 他们俩感情好 能够相互协助 一离二行 那么就能够获得吉祥 此事虽急 但是没有办法有大成就啊 因为他这个路子不太正啊 九二 秒能是立忧人之真 坚持 坚守宽容 宽容忍让的美德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有利于心怀忧愿的人 坚守正道 就是你看见了也得当没看见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坚持下去 要不然的话就坚持不下去了 两人就闹翻了啊 所以呢 就不到这一块就提醒你啊 就装糊涂啊 虽然你很恶心 但是也要装糊涂啊 六三归妹已须 反归已地 妹女子想价位正式 一直没找到合适对象 还在等 结果呢 就是耽误了青春啊 而急于出嫁 以陪嫁女的测试身份出嫁 他就讲 心高气傲的人呢 难以脚踏实地 反而可能会错过时机 落得更差的结果 这个不光是要 女女女人啊 他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因为任何一件事 他有窗口期 然后我们 为什么经常会错过窗口期 往往就是因为我们贪多不足 或者是心高气傲 看不上啊 然后看不上的话呢 结果呢 就是唯一的窗口期就过了 然后以后再想出来 再想解决 那么你可能就 只能用更差的结果了啊 只能有更差的结果 所以这个就叫 闺妹已须 反归已地 上六啊 女成框无石 是亏阳无血 无有力 这两个人都不胜任 吃不上饭啊 女女人拿框出去 没采回来东西 男人刮羊的也 也没杀成啊 不见出血 羊跑了 非常不利啊 没有任何的好处 两个人可能就要离婚了 所以闺妹挂到最后是啥 两人离婚了啊 虽然截的快 但是离的也快 那么风挂啊 接下来看风挂 雷火风啊 代表风收啊 上面一个阵挂为雷 下面一个梨挂为火啊 就火在木头的下面烤啊 那么风哼 王甲之物忧一日中 团约风大也 明以动啊 你看明以动就是离挂 在里面啊 代表明 阵挂在外面代表动啊 明以动 顾风 王甲之上大也 物忧一日中 意照天下也 日中则鬼 日迎则月迎则时 天地虚迎雨是消息 而旷于人乎 旷于鬼神乎 他讲的是 啊 这个日中啊 他就会往西走了啊 那么月满了就会亏啊 月满了 接下来就要亏了 所以呢 天地的虚迎 就是这个道理 走到极致就会走向 走向相反的方向 那么 更旷于人和鬼神 这里面又点了一下天道 天道就是什么 损有余补不足 就是阴阳消长 啊 阴到极致就是阳 阳到极致就是阴 所以说呢 人和鬼神也都遵循这样的道理 那么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牵 就是不要让他满 不要让月满啊 月满就会盈亏了啊 那么项曰雷电劫至封 君子以折御至行啊 这里面呢 就有御啊 就是折御之项 也就是说要有刑罚之意 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火烤 上面雷劈 你一看 他就有什么惩罚的意思啊 雷和火都代表惩罚 那么所以呢 有折御至行之意啊 就是明正典罚啊 初九 欲妻配主 虽寻无救 网友上 虽寻无救 过寻灾也 讲的是什么 就是 呃 在十天之内没有快处 啊 但是过了十天 你还不行动 啊 那么就 就有灾了啊 六二 风气步 日中见斗 网德遗疾 有福发弱 疾 有福发弱 信已发至也 啊 九三 风气配 日中见末 折其幼功 无救啊 啊 风气配 不可大事也 折其幼功 终不可用也 九四 风气步 日中见斗 欲其遗嘱 即 向曰 风气步 为不当也 日中见斗 幽不明也 欲其遗嘱 即行也 六五 来章有庆域 即 六之即 有庆也 上六 风气屋 不欺家 亏其户 去其屋人 三岁不敌 凶 风气屋 天际响也 亏其户 去其屋人 自成也 好 我们看一下 这挂的挂象 挂象代表丰富 啊 代表丰富 雷火风啊 最主要的挂象 就是丰富 还代表盛大啊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 大的豪宅 然后里面 上千平 然后里面有一堆的事物 美丽的东西 那盛大之相啊 豪宅之相 所以风挂呢 有盛大和豪宅的意思 同时暗藏隐忧 因为这么大了 这么丰富了 按照天道呢 他接下来就要减损了 所以说呢 暗藏隐忧啊 他讲的是天道的这种 赢和亏 所以为什么在那个 炭钻里面会说这个 啊 这个日中则鬼呢 啊 月盈则亏呢 讲的就这个意思 就是太大了 太大了 就容易遭到天道的记恨啊 就要干掉他 所以的暗藏隐忧啊 那么说文说什么 风 斗之丰满者也 从斗向行 那么斗 这个是啥呢 斗是古代咱们装肉用的器具 餐具啊 斗里面装满了肉 就是风 古代呢 吃肉本来就不容易 很少吃啊 又装满了一整斗 哎呀 一大块 一大一大碗肉啊 那么这个丰满和盛大 就不在其下了 所以说就真的代表很 很有钱啊 很丰富 那么风挂的挂项呢 下离明而上阵洞 明已动 明和洞相得一张 既亮啊 又能动 可光可大 所以有盛大之相 那么雷电齐发呢 在古代又有执法的意向 所以才说 君子以折育制行啊 风挂呢 是上阵下离 士河挂呢 是上离下阵 两个呢 都是雷电并发啊 风挂是明已动啊 阵挂是动已明啊 所以说呢 一个叫折育制行 一个叫利用育 两个都有明和动的性质 所以都有这个 惩奸除恶 使用刑罚的意思 那么所以呢 得到风挂 他挂得呀 他就是明嘛 明已动嘛 所以可以高调行事啊 大张旗鼓的行事 就不要偷偷摸摸 畏手畏尾的去做啊 也不要那么低调 要越光明正大去做 好处就越大啊 那么挂词中 亦日中 所以说行事的最佳时机啊 就光明最盛的时候 就是日中 中午的时候啊 太阳最盛 所以这个时候来做 指的就是什么 越光明正大 越高调 那么做的就越好 那么 而且呢 必须明快的判断 和把握事情的最佳时机 就是在光明最绽放的时候去做 那么效果就最好 那么杂卦上说 风多顾也啊 事物盛大 则难免状况多 所以呢 事情多而 要有事情多而杂的准备啊 那么挂离解读啊 我们看初九 预期配主 虽寻无就网友上 遇到跟自己相匹配的人 十天之内啊 前往没过错 但是呢 前往会得到尊重 那也只在别人家做客 过久的在这里面都讲到了一个时机的道理 也就是说 步到这一摇 就代表这个时机啊 很短 就十天 赶快做 你看风挂 它的特点就是让你快点动啊 跟以前的剑挂什么的都不一样 梗挂什么都不一样 那些挂呢 都是让你慢慢做啊 别着急 一级就出事啊 一级就出事 千万别急 但是到了风挂 就代表这事很紧急 你不赶快做就没了啊 就会遇到问题了 所以呢 要快做 所以步到风挂就意味着快速行动啊 其实步到正挂也意味着快速行动啊 因为你躲避危险越快越好啊 所以正挂也代表快速行动 所以说 疫情它也不完全都是慢的 它也有快的挂啊 但是呢 得到具体的特殊事物 大多数时候都慢 为什么 因为天地的规则就是万物生长啊 大多数时候是慢的 只有少数的一些时间点需要我们快啊 所以呢 预期配主 虽寻无咎啊 网友上 十天之内必须要做了啊 六二 风气步 日中见斗 网德一级 有浮发若急 太阳呢 被厚厚的云层所覆盖 然后以至于大中午的时候天都黑了啊 甚至可以看到星斗 那么这时候贸然前行啊 就会遇到猜疑 但是如果以诚信慢慢赶话 先不着急啊 就会急 诚信的作用很大 无妄之灾和日中见斗 这样的危险环境都可以规避 因为风挂呢 它的极道是在于光明 光明被遮盖的时候 就不适合做了 就好比在六二这里面 太阳忽然一下就被遮到了 然后呢 就相当于奸臣当道 然后这时候你过去啊 就要有问题了啊 就要就要被怀疑了 就可能会出事 所以呢 要慢慢来 有浮发若 用诚信来感化 那么这里面也有被冤枉的意思啊 就可能就是啊 因为光明被遮蔽 所以说呢 你被冤枉 那么这时候你要靠你的诚信 慢慢感化啊 最终呢 还是得到一个吉利 那么九三 风其沛 日中见媚 折其右躬 无救 还是讲到光明被遮蔽啊 漫目遮日 在黑暗中下起了雷震雨 然后呢 走路的时候 还摔断了右胳膊 没有灾难 然后这个又是黑暗 就干不了大事了啊 因为风 雷火风的挂啊 只有在光明中可以干大事 所以折断了右臂呢 又表示右手是我们最重要的手 干活最最重要要用到的 所以无法有所作为 讲的是这个意思 上六 风其屋 不其家 亏其户 去其屋人 三岁不敌凶啊 就是说住屋豪华奢侈 在家里面把家封闭了 隔绝于外 外人呢 只能偷窥到他的门户 里面空空不见人影 这个代表小人得势之后啊 高傲而孤僻 然后跟外界呢 也不沟通了 自绝于这个大家 久当招货啊 三年必将因宴 大家看那个 这个感觉像什么呢 就是像红楼梦 对吧 像不像红楼梦 就是贾家 他们那一家人啊 然后是得势了 得势了 家里面也特别有钱 但是这家人呢 就在屋里面 曲曲咕咕的啊 就是儿女情长的 天天整那些事 或者是家里面那种 逗来逗去 王岐凤啊 这些啊 因为我也没看过红楼梦 大体上了解吧 因为这个小说 实在是看不下去啊 四大名著 其他的都看了几遍 但是红楼梦 是一遍都看不下去 所以我大概知道 可能剧情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感觉啊 就是没有君子的坦荡啊 不是那种大场四开 跟外界交流 而是一帮那个 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 这一帮人啊 就是贾宝玉这种啊 就是比较娘的 就在里面啊 搞来搞去 那肯定是凶的啊 因为你跟外界隔绝了消息 啊 就像我说的消息的那种沟通非常重要 为什么我们要学布挂 我们布挂是跟天地产生感应 得到天地的消息 然后我们跟人呢 如果我们学了六十四挂 我们就清楚任何人都可能会给你带来消息 每个消息都要去感应 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够不断的丰富你的感官 然后找到趋吉避凶之道 所以消息很重要啊 一旦自觉于消息 然后你自己封闭你自己 那你一定会凶啊 像这样的一个家庭 虽然很有钱 然后呢 一堆财富让人 让人亏欺负 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一堆人都已经盯上他家的钱了 然后他自己还不知道在里面玩啊 不跟外界发生交流 那肯定是凶的啊 所以说这里面讲的消息沟通的重要性啊 那么吕挂 吕小亨啊 这个这刚才讲的是风啊 接下来是吕 吕啊 小亨吕真吉 炭曰吕小亨柔德中乎外 而顺乎刚 吕尔吕乎明 是以小亨吕真吉也 吕之十亿大也 项曰山上有火吕 君子以名胜用玉而不留玉 呃 名胜用玉而不留玉 吕啊就代表失去住所和流放外地 所以为什么他讲到名胜用玉而不留玉 就是不把他给关起来 而是流放到外地 啊所以他也有流放之意 初六吕索索啊 私妻索取灾 吕索索七字穷也 六二吕七次 怀七姿 得通铺真啊 得通铺真 终无忧也 啊就是在旅行到旅馆 然后手上还有钱 还得到了一个铜铺来侍奉你啊 感觉可以坚持九三吕索七次上其同铺真丽 结果呢马上九三就变了啊 刚得到一个铜铺手上还有钱 结果这个旅馆着火了啊 着火了之后呢 这个铜铺都丢了跑了 然后呢特别惨啊 就是坚持下去会很惨 然后九四吕玉处得其资付我心不快 虽然得到了资金和工具 但是我的心里面还是不愉快的 为什么不愉快呢 因为旅行在外 啊就算有一些资财 但是还是漂泊的 还是流浪的 特别不舒服的啊 六五摄智 义狮王终于育命啊 一一剑把这个野鸡给打下来了 然后呢终于育命啊 终于育命是上歹也 上九鸟坟齐朝 旅人相笑而后嚎啕 上牛于胸 一旅在上七亿坟也 上牛于育终末之吻也 旅挂不是个好挂啊 为什么呢 因为积履在外 客居他乡失去住所 就是一个人失去了根本啊 有如惶惶有上家之犬 那他一定是痛苦的啊 一定是痛苦的 然后旅挂呢 旅本来指军队的编制 五百人为一旅 后来演变为旅行和积履的意思 然后旅挂说什么 穷大者必失去居啊 他居所就要失去了 然后呢 故受之于履 履而无所容 故受之于殉啊 履挂有获罪遭流放的意思 这里的穷大指的是 风挂的上六 风七屋 不七家 刚才我们说那个 就一家子在里面啊 就像那个林黛玉他们啊 贾宝玉他们 最后那个家不也就没了吗 就得客履他乡了 对吧 风挂上六就是穷大之相 先是坐拥豪宅 风七屋 然后是自觉于外 不七家 杂挂说什么呢 风多顾也 亲挂驴也 那么旅挂与风挂是相踪的一顿挂 风挂多顾 状况多 旅挂则亲挂 身边可信任的人少 人流浪在外的时候啊 缺乏亲戚朋友 人生地不熟 情势比人强 因此呢 可以做小事 大事做不了 因为你连根据地都没了 怎么做大事 所以说小亨啊 做不了大事 那么旅挂说什么 君子以名慎用玉而流 名慎用行而不留玉 此以离为法网为用玉 离上梗下为不留玉之相 不留玉除可以解释为 立即断玉并执行之外 也可以联想为古代的流放啊 这就是旅的挂意 那么得到旅挂代表事情状况很不稳定 而且呢 根基可能都要没有啊 外在的形式与条件不利于自己 小事可以横通啊 大事是凶险的 那么即道在于守静多看多观察而少行动啊 这是旅道啊 的意思 挂里呢 咱们解读一下 初六 旅所所私区所许灾 这讲的是旅行在外的一个道理 你旅行在外呢 跟别人斤斤计较 跟当地人斤斤计较 就会引来灾难 那么 很多的知识精英就有这个问题 他看不到大局计较小节 以至于受骗遭灾 说明他们精明啊 却达不到有智慧 那就好比你一居海外的人 你以前在国内再牛啊 呃 再多人伺候你啊 什么公司老板什么的 当然我以前在国内也很好 但到海外之后 你就要摆正姿态 因为你是属于旅的状态 你不在 不 没有真正的 搭好你自己的根据地之前 你就不能去计较小节 因为一旦计较小节 就会给自己带来特别多的不方便啊 所以说呢 就像 呃 欧洲这边银行 他特别麻烦 每次 中国一次就能办好的事 他这块可能要跑三次 那你就不能计较 你不能说 哎 我在中国那会儿啊 这个银行怎么怎么样 哎 为什么跑到你欧洲 你欧洲就这个这个样子 这样说话的人就没智慧 因为你是客里在外 你的环境都完全变了 你怎么能够再去计较这些啊 中国怎么样 欧洲又怎么样 你只有说放下心态 知道自己身居海外 然后呢 要按人家当地的规矩来 只有越是有这样的心态 才越急 而越没有这样的心态 肯定越凶 最后自己的账户都变成疯了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呢 大家要知道 这个我们讲究的君子通权答辩 讲的就是这意思 我们要根据环境变化而变化自己 不能说环境变了 我还在用我以前的那个老思路来 啊 要求环境跟着我变 那是开玩笑的啊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人呢 要有变化的情境 那么 易经也一直在教我们变异啊 用不义的东西来驾驭变异 不义是什么 天道轮回的规律 变异是什么 就是环境一直在变啊 然后一个摇变了 整个环境都变了 然后这个世事也在变 环境也在变 周围的人也在变 所有东西都在变 你要是不会变 那你就 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君子之道啊 君子抱变啊 大人虎变 君子抱变 小人革面啊 大家记住变很重要 好 那今天我的课呢 就到这儿啊 我们今天把这个呃 从这个顶卦啊 一直呢 讲到铝卦啊 那么估计呢 不出意外 下节课我们就会把64卦全讲完啊 大家呢 再好好回顾一下64卦所带来的人生哲理啊 然后呢 希望大家在气场上都有能有所提高啊 真正的达到易经的那个场 好 那我们就到这儿啊 谢谢各位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